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白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囊牌 今天学什么内容呢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随机数生成 对 今天咱们就使用囊牌 咱们来随机生成一些随机数 或者说随机数的数组都该怎么做 是这样 为什么要生成随机数 我就是这样 咱们如果想编写一些 稍微智能一些的系统 比如说性格分析 比如说游戏系统 要给用户很多不确定性的时候 怎么办 一般就会用到随机数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使用囊牌生成随机数 咱们其实用到的就是囊牌下面的 囊牌包下面的多如牛毛的函数 对吧 今天我准备给您介绍三个 哪三个 这比较常用 第一 生成一个随机小数 第二 生成一个随机整数 第三 给定一个数组 它随机给你抽选一个出来 这也非常的常用 非常的非常常用 咱们都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实战演习 因为我这个是技术的视频 所以说每个视频 咱们不讲时间太长 为什么 太枯燥 一会我就困了 对吧 好 那咱们开一个窗口 咱们是边运行 边讲解 马上开始 进入我的工作文件夹 然后先进入我的虚拟开发环境 然后nano 编一个问文件 好吧 然后考上第一行 一般来说 咱是input non-pi 今天不是了 今天大家请看 今天我是from 这个non-pi 然后from non-pi 下面的landom包 然后input 所有的函数进来 这样的话 大家请看 咱们就会直接引用这个函数 如果咱们不中写 咱得怎么写 咱得写np.landom. 这样才能处理来 对吧 今天不用了 咱们可以直接引用 好不好 哪种写法都可以 首先第一个 咱们先生成一个0到1的小数 看看是什么样子 这个非常常用 好 试一试 go 松盘退出 清平 运行 最近我键盘 s键老不好用 大家先出来了 0到1之间 是吧 每次都不一样 要求随机性 非常好 接下来 生成五个 是吧 一个不够 有时候咱需要生成一个数组 对吧 生成五个随机数 怎么生成 很简单 参数填个五就行了 删掉 刚才函数 填个五 就可以出来试一下 出来了吧 没问题 数一数是不是五个 12345够数了 没问题 OK 接下来咱们生成一个多维数组 三行两列 该怎么做 非常简单 试一下 是这样 我给您介绍的基础视频的知识点都不是很难 就是一个知道不知道的问题 好 马上运行 go 出来了吧 数数 三行两列 都对着 而且呢 其实数都不一样 随机数 对吧 非常好 接下来 接下来咱们生成完小数之后就要生成整数了 对不对 怎么生成 刚才函数后面下个int 试一下 生成一个0到99的随机数 试一下 存盘退出 够 出来了吧 没问题啊 都不一样 随机嘛 对吧 然后 是这样 咱们还可以指定范围 比如说我想生成10到19怎么办 我就生成10到20 这么指定 后面就是t嘛 t要减1 才是咱们生成的最大数 好 这是它的一个规则 没办法 试一下 存盘退出 你看它肯定是生成小于20了 对吧 出来了吧 清评看 对吧 那有朋友说 我这个业务系统 我就想需要这个生成10到20怎么办 那您在后面这个参数 就要指定是21才行啊 这儿 才可以啊 注意这个问题 OK 接下来 生成5个随机数 还是10到19时间 再来吧 生成5个了 其实跟刚才那函数大同小异啊 我只不过再加上一个这为数就够了 好 看一下啊 是不是5个 没问题吧 而且呢 确实是11到19啊 OK 接下来多位数组 两行三列 看一下 在咱们学习这个机器计算式的时候 经常用到这数据数 而且经常遇到是咱们自己生成 是吧 两行三列 没问题啊 OK 接下来 这个是我非常常用的 这是我自己编写这个系统中 非常常用的一个函数 干什么 我系统中有几个值 让我随机给客户显示某一个值 就这个感觉啊 非常常用 尤其编游戏时也非常常用 怎么用 咱们看啊 我这有个数组 NBA的球员 对吧 库里 是吧 哈登 哈登 勒布朗 詹姆斯 杜兰特 没办法 没办法呀 咱也不懂 Go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我这个数组 他给我随机 抽 杜兰特抽比较多 杜兰特最近还受伤了 随机才会抽出一个值 显示出来 对吧 这个呢 能在咱们这个系统中 增加咱们系统的不确定性 是吧 非常的好啊 其实还有一函数 就是说 能够增设置出现的几率 这个有机会我再给你介绍 接下来干什么 比如说 我抽一个球员不够 我想抽三个球员 该怎么做 就这样 大家请看 只有屏幕起来 加一个参数三 这样我随机抽取三个球员 但是可能会有重复 看一下 目前还没重复 为什么我说还有重复 是因为是这样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说明这个位置 他这个replace 默认给的是false 给false的时候 才是说抽出来的数据 无重复 他可能默认这些是false 因为这课件 我是半年前做的课件 现在才开始录视频 可能这半年之后 这个摄像变了 以前这就可能 replace默认是true 目前是 现在是false 不管了 反正他是提供这个功能 我随机抽取球员 但是呢 我又不想重复的话 该怎么做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replace的参数 好吧 存盘退出 好像上下还都没重复 说明他replace默认是false OK 不管了 反正您就知道 如果您要从数字中 不想抽出相同的内容的话 你这地方加上一个replace三数 就可以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nump排 如何生成随机数的 一些简单的使用 希望您能够了解 对您的工作有所帮助 是这样 在生成随机数的这个方面吧 我认为这个智能系统 像我当时这个入社 进公司的时候 有一个性格这个测试 对吧 然后每个人 这个因为这个性格测试 是这个公司内部人编的 对吧 他呢会随机从他这个性格测试 题库里面抽取很多的题 这样呢 咱会看到是每个人测试出来 结果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他最后算出来 有一个这个行商啊 IQ值呢 他是很定的 对吧 偏差值是一定的 那么咱们怎么从咱 题库中抽题 最多用的 就是这个随机函数 对吧 所以随机函数呢 对于您今后的这个架构业务系统 不管什么类型的业务系统 我觉得都是有所帮助 所以说呢 这个作为基础知识 您一定要掌握 OK 关于这个函数 抽取这个随机函数 就说这么多了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 有兴趣朋友可以下载 运行一下我的代码 看看您的结果 和我的一样不一样 OK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帮我点赞加转发吧 OK 那就这样咯 咱们在下期再见 拜拜